经济观察网络平稳,今年适逢中国基金行业发展20周年,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得新一轮融资与更高估值,各大银行纷纷退出拥抱互联网的升级方案,进入下半年,金融从来离不开科技,尤其是每个时代的前沿科技。 而金融科技在今年被如此关注,本质上是由于互联网的介入,五年前与额宝的诞生,让国内金融行业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。 几年以来,金融行业形势苏醒,互联网行业则进至边界,两者正在从平行线到交汇碰撞,未来将走向近和偏和,互相赴能。 但这个过程中,在对金融科技的认识上,难免交往过正,但实际上,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而言,重要的不是不碰金融,而是能否利用好中国海洋用户,移动互联网丰富场景,用技术手段来做出有利于行业,用户和社会的创新。 金融科技的定义,也应该从它的价值上找答案,自己家没有试验前,谁会相信你可以互产过万? 只有经历过金融试验前,才知道痛点灾难,才知道技术应该如何助于金融,与IBM、ORC、EMC等传统金融、IT服务商相比。 熟金的金融科技代表,熟蚂蚁金服、腾讯、金东等,其优势和价值,恰恰的他们自己做过金融业务,同时拥有互联网技术能力。 据例来说,余额宝最初由天宏基金管理,而后蚂蚁金服实现对天宏基金的控股。 余额宝成了蚂蚁金服在货币基金领域的试验前,今年额宝宣布开放,从一只基金开放至六只基金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余额宝每秒数万币并发交易,毫秒级别处理速度,通过数据分析预测深述情况,这些就是在试验前阶段锤炼,而后开放给基金公司的金融科技能力。 同样,两家互联网公司,作为最大股东的民营银行,也有类似意义。 两家银行放出的都是没有网点,无需抵押的纯信用贷款,从试验前得出成功经验后,才能让合作伙伴相信他们,从而输出技术能力。 现在,两家银行服务的客户数,威力大服务个人消费者,网上银行服务小微企业都超过了一千万。 基于他们的高效率,互联网分控和运营能力,有不少银行,尤其是中小银行,开始了跟他们从底层技术到现代业务的合作,厘清了金融科技的误区。 我们再来看,什么才是真正的金融科技? 首先,金融科技应该既有金融业务的经验和实践,又有技术突破,网上银行的310小微贷款模式。 京东金融的供应链金融,都属于此类。 其中,网上银行突破的是,如何在无法面对面合身的情况下,用数据分析判断风险,并做好反欺诈,把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。 京东金融突破的是,如何让电商数据和商家的供应率形成逆环,为商家提供金融服务,同时也对其形成了一定质益。 其次,金融科技公司的能力,可以开放输出给行业伙伴,并在理想状态下,实现双向负能。 只有当金融科技具备开放,可服用的特点时,才有交易的可能,才有广阔的市场空间,才能激活产业机会。 值得注意的是,现在,互联网公司似乎被认为,更加具有金融科技优势。 但实际上,金融行业长时间积累的行业经验、系统方法也应该被重视,也有很大可能老叔开心花。 金融机构不缺数据和方法,缺的是殖民用户的机会,以及实现更强算力,更强远营的系统支撑。 这种支撑,离不开互联网的帮助。 真正的金融科技,不是为了解决领打碎桥的功能,而是可以带动行业转型升级。 今年来,众多新务中涌现,诸多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,很多银行的移动转型中有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支持。 这都越试着让金融科技发挥它真正的价值,将为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注入新活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